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梅度新闻,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的最新消息。 28号,佐科威总统在北苏拉威西省塔罗群岛县主持巴基斯基地受发展 记忆尼通信卫星萨特利亚以集成启用仪式。 当天,佐科威还主持了最偏远、最前沿、最外围地区的 斯奇基站信号和互联网介入,及印尼通信卫星萨特利亚一卫星的启用仪式。 在仪式上,佐科威以食品的方式与全国各地的斯奇基地受发展受益者进行了会谈, 其中包括北加里曼丹省的印尼马来西亚边防工作队 和南苏拉威西省宾夕嘉义县一所学校的校长。 佐科威总统表示,我们建设了各种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接下来要建设空中高速公路,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平等地进入舒子世界, 包括建设信息接受站。 佐科威对约4,990座基地受发展项目的建成表示欣慰。 佐科威西省室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